今天会游中指导 女士们 先生们 媒体朋友们 尚午好 经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决定 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程组 由三名航天员组成 他们是航天员费俊龙 航天员邓清明 航天员张璐 下面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高峰主任 介绍航天员程组情况 女士们 先生们 媒体朋友们 大家尚午好 下面我介绍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程组情况 指令长 费俊龙 男 汉族 籍贯江苏昆山 中共党员 硕士学位 1965年5月出生 1982年6月入伍 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1月入选我国首批航天员 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 战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 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2005年10月执行神舟6号战人飞行任务 并担任指令长 同年11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并颁发航天工训奖章 乘主航天员 邓清明 男 汉族 籍贯江西夷黄 中共党员 硕士学位 1966年3月出生 1984年6月入伍 198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1月入选我国首批航天员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大校军衔 乘主航天员张璐 男 汉族 籍贯湖南汉寿 中共党员 硕士学位 1976年11月出生 1996年8月入伍 199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0年5月入选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 三位航天员经过全面系统训练 科学合理 公平公正考评 成绩优秀 具备执行任务能力 被确定为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乘主 介绍完毕 谢谢 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请这位蓝记者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首先特别地祝贺我们三位入选 神势五成组的三位航天员 向你们致敬 我想提问指令长费俊荣 距离执行完神舟6号飞行任务至今 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 那时隔17年再次飞天 想请问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对于新的任务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首先我代表称主 向大家对我们称主的祝贺 表示衷心的感谢 17年前 我执行神舟6号任务 现在回想起来 还心头旁败 历历在目 今天 我能够再次为祖国出身太空 我感到非常自豪 无比激动 特别是 我们即将进驻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我深深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感到自豪和骄傲 谢谢 下面接着提问 好 请这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我们这个问题呢 是问给航天员邓清明的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的航天员群体公布的时候 您首次公开身份 走进了我们大家的视野 但是当时 您一次次作为辈分 一次次与任务擦肩而过的故事 感动了我们所有人 但是在今天 您坚持努力的进25年之后 真的要飞上太空了 快和我们一起分享 您此刻的心情吧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太空不非因为不知感人 就向我刚开怀抱 人生能有几回波 25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一次之以任务擦肩而过 有过失落 也有过泪水 但我同来没有彷徨过 更没有放弃过 作为航天员 坚守飞天初心 永不停歇信电 是我的常态 更是我的姿态 对我来说 我可以用一生去默默准备 但绝不允许 当任务来临的时候 我却没有准备好 为梦想而坚持 为事业而奋斗 当确定 我为神舟四五号 飞行程主时 我的内心十分的平静 想的更多的是 珍惜机会 扎实训练 不如使命 作为一个让组织放心 让程主放心的人 这里我要感谢 各级党组织的培养 感谢战友的支持 感谢亲人的鼓励 他有了我坚持不懈 梦眠九天的这一天 我特别要感谢 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给了我们奋斗圆梦的 广阔平台 无论年龄多大 能够被祖国需要 就是最幸福的 谢谢 好 下面接着提问 好 请到第四排中文里记者 感谢主持人 新华社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张璐航天员 首先忠心祝贺您 首次出征太空 马上就要执行任务了 请问您现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另外作为第二批航天员 我们知道您为这次飞天 准备了整整十二年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十二年间 您是如何备战训练的 谢谢 好的 首先感谢您的祝贺 正如您所说 神舟十五号任务 是我们国家 踏上新增程之后 一次重要载人飞行任务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 我能够为国出身太空 亲身参与中国空间站的建造 这是我的荣耀 也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耀 在这里 我要感谢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是你们用智慧的双手 将我们送上太空 更要感谢伟大的祖国 正是因为祖国的强大 我们才能心有凌云制 首可在星辰 刚才您说到十二年的备战 其实概括起来就是 十二年树心叶昧 十二年暮雨金霜 十二年里 有一个信念 始终在我心头萦绕 那就是飞天 为个人的梦想飞天 为民族的梦想飞天 谢谢 好 下面接着提问 好 请第五排的对位女记者 感谢主持人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 我想请问费俊龙 从简历上看 神舟15号飞行程组 是目前执行空间站任务中 年龄最大的成组 而且三个人中 只有您一人执行过任务 那么请问 作为指令长 您如何评价你们成组呢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您刚才也提到了 目前我们称组是 执行任务称组当中 平均年龄最大的 不过在我看来 年龄虽然最大 但是我们的飞行本领 依然保持在青春状态 近些年 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顽强拼搏 经过扎实 艰苦的地面训练 我们的心理更加稳定 我们的配合也更加默契 在这里 我想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 我们趁着三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都喜欢毛笔书法 所以我们在训练字语上 经常在一起练练字 交流一下体会感受 所以我们的训练水平 得到了很大提高 我们的毛笔书法 也有了一定的进步 所以我们相信 在广大科技人员的 大力配合下 我们一定能够 行稳自圆 原来完成好 这次神舟十五 战刃飞行任务 谢谢 好 下面接着提问 好 请第二排的记者 谢谢主持人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是问邓清明航天员的 大家一直在这里等您 确实我们都知道您准备了很多年 您作为中国选拔的首批航天员 现在第一次执行任务 就要在太空工作半年的时间 这对您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您做了哪些准备 现在心情怎么样 另外我也了解到 您的家人是非常地关注 您这次飞行的任务 时刻都在关注着 您这二十多年的坚持 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在这个场合 在此时此刻 您想对您的家人 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同我走进航天员大队的那一刻 我就对神秘的太空充满了向往 我的战友也经常和我谈起 他们精彩的太空生活 明天我就将飞向太空了 六个月的太空飞行 我们有大量的工作 也有十分重要的身体锻炼 工作和训练之仪 我会领略太空的精彩 进场之前 我和我的家人有一个约定 那就是我当他们的眼睛 给他们去看一看 美丽的宇宙 蓝色的地球 我们深深知道 托居我们飞天的 是千千万万 默默奉献的 广大的航天科技工作者 在这里 向所有中国航天人 致敬 感谢你们的心情付出 我们一定圆满完成好 这是任务 谢谢 好 下面接着提问 好 第四排的这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新华网记者的问题 想提问给航天员张璐 您对即将开始的太空生活 有什么向往 刚才指令长提到了书法 也是我正想问您的 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以及马上要见到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 有什么礼物带给他们吗 谢谢 好的 星空浩瀚无比 令人神往 探索永无止境 令人期待 我非常期待体验师众 带给我的美妙感觉 非常期待 用自己的双手 早日建成我们自己的太空家园 我也非常期待 将我眼中的太空美景 呈现给所有的朋友和家人 说到我的兴趣爱好 刚才指令长也说了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书法 横平竖直 收放有度 我还喜欢唱歌 一扬顿挫 真情流露 因为这里面既有做人的准则 也有生活的哲理 神舟十四号的三位战友 在太空生活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也无时无刻 不再牵挂着他们 前段时间 他们收到了天舟五号 呼应飞船快递的礼物 非常的高兴 我们见面之后 会有什么礼物 暂时先保密吧 等到我们见面的那一刻 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同时我也希望 能和全国人民一起 共同分享我们太空相聚的幸福 和喜悦 最后 祝愿天地之间的 你们和我们 隔空遥相望 千里共残遵 谢谢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请第三排的男记者 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DGN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提给飞行龙指令长 那作为空间站建造期间 载人飞行任务的最后一棒 你们的任务有何特点 又会如何跑好这一棒呢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神舟15号任务 既是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 最后一棒 也是即将进入下一个新阶段的 开局的第一棒 所以在为期半年多的飞行中 我们要进行更多的载轨试验 相关设备的操作 维护 维修 尤其是出舱任务 将更加繁重 路径将更加复杂 因此我们在地面 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的训练 通过训练 我们也要有足够的信心 完成好这一次 成前启后的关键一棒 我们也要有足够的信心 坚信 在浩瀚的太空 必将留下更多 更远的 我们中国人探索 利用太空的光辉足迹 在这里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我们一定圆满完成 神舟15号 载人飞行任务 我们准备好了 谢谢 好 谢谢三位航天员 由于时间关系 航天员城主 还要为明天的任务 做准备 今天的见面会 就到这里 最后 祝任务圆满成功 祝航天员胜利凯旋 谢谢大家 好 刚才我们为您直播的是 神舟15号 城组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 神舟15号 载人飞船 瞄准明天 23时08分发射 飞行程组 由航天员 费俊龙 邓清明和张璐组成 费俊龙担任指令长 我们演播室呢 继续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总体技术局高级工程师 萧丽 萧总 刚才呢 萧总是见到三位自己的老朋友 出现在这个记者会上 我注意到萧总刚才有一个细节 就是当他们出场的时候 萧总在演播室里面 也在不停地鼓掌 心情非常激动 看到他们出来 特别为他们高兴 对 没错 就是看到这一刻 虽然知道我们现在 心里早就知道 这一刻即将发生 但是当看到他们站在 鲜艳的五星国旗下 然后这个褚雏满志 信心满满 然后眼神坚定勇逸 为这一次即将发射 明天即将发射的 神舟15号任务 这个跟大家见面 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真是内心事很激动 然后也非常为他们感到高兴 骄傲和自豪 刚才也有记者提问说 神事物成组 可能是从年龄角度来讲 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成组 但是他们自己说 他们的飞行的本领 都处于这个青春的状态 您怎么看 对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我也深有体会 就是航天员永远 这个人说革命者永远是年轻 航天员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就从他们的谈话里 也体现了三个我的感受 一个是梦想 这个梦想既是每一个航天员 有的飞天梦 还有就是费俊龙 指令长费俊龙也说到了 就是他即将去奔赴空间战 这也是每个航天员 在新时代有的空间战的飞天梦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情怀 就是他们几个都讲到了 就是被祖国需要感觉很幸福 为祖国出征感觉很光荣 就是在航天员大队里边 一进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字 匾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这是从航天员大队成立至今 始终没有变过的 也是所有航天员 一进到航天员公寓第一眼看到的 所以这个已经深深地刻在了 他们的心里 在他们刚才讲这些的时候 我又深有体会 很有感触 然后第三个就是情怀和担当 就是他们都讲到了 无论是费政隆的17年也好 邓清明的24年也好 张璐的12年也好 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数字虽然不一样 但是一样的是 从他们一入队的那一刻 到今天始终不渝的一个坚持 17年是飞过还要坚持再飞的坚持 24年是始终努力 没有得到飞天机会 但是还是要坚持 坚持到最后一刻 张璐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可以说 虽然发布会时间很短 但是讲出了 提炼出了他们这么多年来的生活 这就是中国航天员的生活 为祖国出征实现飞天梦想 通过他们的讲述 我们看到了一路走来的泪水 飞天的初心不变 勇往直前 这一次执行神舟15号 载人飞行任务的执令长 费俊龙是我国首批航天员 曾经担任神舟6号 载人飞行任务的执令长 和航天员聂海胜一起 执行了为期五天的飞行任务 这一次神舟15号 飞行任务距离 他上一次太空之旅 已经是过去了17年的时间 17年来 费俊龙始终保持随时备战的状态 载上太空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2005年10月12号 神舟6号飞船发射升空 这是我国第二艘搭载航天员的飞船 也是我国第一艘 执行多人飞天任务的载人飞船 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 搭乘神舟6号 在太空执行了为期五天的飞行任务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战略进入第二步任务的重要开局 应该现在回想起来 神六飞行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 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次航天飞行 回往我们地球的时候 我在想 这是一个强大祖国 有强盛的科技实力才能做到的 2005年10月14号 是神舟6号乘组进入太空的第三天 航天员费俊龙在座椅上方团起身体 做了一个缓慢的空翻 聂海胜拿着摄像机在一旁拍摄 费俊龙连续做了多次前空翻 成为第一个把金斗翻到太空的中国人 当时主要也是结合着我们一项试验 但是这个动作是确实临时响的 一方面告诉我的战友们 我们在地面一直关注着我们的科研人员们 我们身体恢复得很好 我们已经适应了太空生活 我们控制自己的身体 等等各方面都很好 在费俊龙看来 五天的太空之旅太过短暂 他甚至没有时间好好欣赏一下 仙窗外的美丽景色 所以在为返回地球整理形状的时候 费俊龙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再上太空 这个执着的信念 也让他时刻保持对自身高标准 严要求 不管怎么说 年龄都不断地增长 但是我觉得我的状态 应该是保持还很好 一种执着不变的一种初心 一直想再回去看看 所以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坚持 包括自己的体能 我可以说一句 我体重从神六到现在没变我 执行完神舟六号任务至今 费俊龙始终把再上太空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还曾经入选神舟十四号任务 备份成组 通过神六飞行完了以后 包括后来每次飞行 我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去训练的 基本上是按照执行任务的标准 每次都是按照这个任务 按照科目的内容 时间 都去完成的 所以整个程序 整个过程 整个飞行 包括整个到工程 延续到现在 应该说我一直在参与 再次担任指令长 带领乘组执行飞天任务 飞俊龙也充满了信心 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相互之间的配合 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 一个眼神也好 一个手势也好 就知道对方想什么 需要什么 或者是对方想让我帮助 或者是支持的是什么 神舟15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 将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 神15与神14两个航天员程组 将首次实现太空会师 在任航天事业 我们能赶上这么好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能够为国家 为民主去出征太空 这是我们的光荣 作为航天员来说 只是执行这个任务 一个使者 不管你是飞行过了 没有飞行过 你必须得去 以第一次的心态 去完成这次任务 邓清明也是我国选拔培养的 首批航天员 曾经多次备份乘组梯队 他以宁可备而无用 绝不用而无备为信念 25年如一日的坚持学习训练 终于圆梦飞天 神舟15号飞行任务 要对已经载轨完成 T字基本构型的空间站组合体 进行进一步的装配 安装实验机柜 以及完成上百个空间实验项目 对城组三人来说 任务繁重且艰巨 压力是肯定有 但是我觉得 有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努力 有天之间这种大协作 有地面的支持 这种压力不算什么 我还是喜欢干 有挑战性的这种活 人生以奋斗而精彩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居然是做一次 就要做稍微有一点挑战性的 可能更有意义 1998年1月 邓清明凭借十多年的 歼机机飞行经验 入选我国首批航天员 天空与太空 椅子之差 对人的要求却是脱胎换骨 经过刻苦的训练 他和13名战友 全部通过考核 具备独立执行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航天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飞天 一种是准备飞天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不管飞与不飞 不飞你也是这个事业 也是这个飞行任务的深度参与者 同来就没有因为是否备份 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因为你没有准备完备 造成遗憾的话 一个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这个国家 不能出现插头 就是地面的训练次数 训练质量 训练标准 要满足要求 神舟11号任务 是邓清明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发射前一天 宣布乘组名单 他再次止步塔架 未能圆梦 我当时真是千言万语 没法说出来 海胖正好坐到我身边 我转过身站起来 抱着海胖 说了一句话 海胖祝贺你 我自己口口含着眼泪的 海胖也说 谢谢你兄弟 那个时候我们抱了很长时间 最让邓清明感动的 是25年来家人的默默支持 妻子每次都会手捧鲜花 到机场迎接 女儿也在她的影响下 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父女一起并肩 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共同奋斗 对邓清明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 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压力 说过不好听的话 回来以后 他们也是真的像英雄一样的 迎接我回家 给我做好吃的 给我安慰的话 他讲 爸爸 你是我见过 对经验 对无事的人 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2014年 首批五位航天员停航停训 邓清明也成为唯一一位 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 却仍然参加学习训练 和任务备战的首批现役航天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对航天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邓清明始终以从零开始的心态 保持着备战状态 入选神舟15号航天员成组 我累过 我思考过 我休息过 但没有放弃过 这种经历 睡一觉挥挥手 就过去了 重新打点新装 整理好心情 继续往前走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还是蛮平静的心情 更多的想的是 还是这个任务 水下的出舱 气达舱 低压舱 这个训练 25年的航天生涯 邓清明深知 每一次出征太空的机会 有多么难得 空间站任务 涉及多次出舱活动 为了可以更加高效顺畅地完成 任务前 邓清明和战友们 仍在反复练习 上下机接壁的这种 水下的操作 你要忙操作 我在水下练了六次 尤其是后面的三次已经累了 练了三个多小时 但是我觉得 那是我执行任务前的 最后一次水下训练 让我在这上面 更加巩固 更加娴熟一些 这对完成任务来讲 是有好处的 全新的太空出差三人组 已准备就绪 面对六个月的太空之旅 邓清明充满信心 第一个是 你自己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做擦拭 不要让我的队友 对你的工作担心 第二个是要充分地信任对方 所从事的工作 所做的事情 要相信他 更多的是要经常地沟通 大家一起去研究 去讨论 有问题 一起承担 25年 这是一个漫长的追梦过程 训练这么多了 就等到这一天 那这一次 神舟15号飞行程组中 还有一个新面孔 它就是航天员张璐 张璐进入航天员大队以来 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懈坚持 训练备战 他把《飞天梦想》写在了歌声里 写在了书法里 也写在了十二年的征程里 这是张璐专门为了神舟15号飞行任务 创作的一首歌曲《壮志行》 张璐1976年出生在湖南长德汉寿县 从小喜欢音乐 当填报高考志愿 得知有机会成为飞行员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选择了飞行 2000年 他从空军第七飞行学院毕业 成为了一名强武攻击机飞行员 和很多现役航天员一样 张璐太空梦的种子 源于中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杨立伟返回电视机前 正好看到返回的直播 当时看到之后 其实心里面还是挺崇敬 挺仰慕 也很羡慕的 这颗种子是第一次买下 能当航天员 首先一个 你为国家做的贡献会更大 而且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2010年5月 张璐经过层层选拔 成为我国第二批 五名男航天员中的一员 航天员训练包括基础理论 体制 航天环境适应性 心理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 尽管拥有强武攻击机的飞行经验 一些挑战身体极限的训练 还是超出了张璐的想象 超重耐力训练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第一次做理性机之后 在我心里面 其实就留下了一个阴影 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太可怕了 就是让我整个人就不能呼吸了 通过那么几次的这种调整 有些是对呼吸的理解之后 再一直往后 我的理性机 一直都能达到一个一级水平 在张璐看来 想要具备独立执行 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除了严格完成好各项训练以外 更加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 12年来张璐目送多批战友 出征太空载与凯旋 上肯定是希望能够尽早上 航天员这份职业 可能是更多的需要时间的积淀 因为它要求的不仅仅是 你具备对飞船的操作的能力 还要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 就是说这种抗压 即使对在飞行中 可能出现未知的特殊情况的处置 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 比以前要好很多 一个成熟的一个航天员 时间还是很重要 飞行是一个梦 我们一直在这个圆梦的过程中在追逐 日复一日的训练 一次次接受选拔 张璐从未放弃 积蓄力量 勇敢追梦 2019年年底 他入选神舟15号成组 开始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 无论是发射上升段的应急逃生 还是返回段的应急返回 学会生存 这是航天员的一门必修课 在野外利用返回的降落伞搭建一个平台 利用四棵树为字典 搭建了一个泥地 大概有一米半高的一个大平台 把降落伞铺在上面当蚊帐 然后三个人睡在里面 在上面蹦都没事 所以搭得非常坚固 然后有一天晚上 还有一个大型的野兽出现了 首先一个我们搭的平台很高 它跳不上来 再一个的话 我们这个散步也摸到两层 也很坚固 它也进不来 张璐说 在自己的追梦路上 家人给了他很大的理解和支持 从航天员大队到家属楼 只见距离只有不到一公里 但是张璐忙于学习和训练 很少有时间回家 这12年我和我爱人 就是说如果说是从 从我在回家 然后能够睡到第二天凌晨的 应该不会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我不是喜欢写书法吗 然后我就给我爱人写了一幅字 在边上我还写了一个 纪念相识相知 二十周年 子子之手与子偕老 也就相当于是一个约定 一个承诺 沈州15号飞行任务 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帮 中国空间站后续将转为应用于发展阶段 而对张璐来说 他也将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太空之旅 有向往 毕竟准备了12年 我也想象不出来 真正火箭点火 5321倒计时的那一刻 我会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还有当我第一次失踪的时候 我使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会把这些所有的感受都记录下来 然后送给我女儿 也送给全国的青少年 点燃更多孩子的这种科技梦 航天梦 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已经介绍 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瞄准11月29号 23时08分发射 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大厅的情况 火箭发射之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由这儿来进行指挥的 那么今天这里的工作是什么呢 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从威娜 从威娜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主播 那此刻呢我们就是在策发指挥大厅 那这里呢也是火箭的指挥中枢 实际上就是发射前指挥各系统工作的地方 那么今天全天这里的主要工作就是指挥火箭的加注工作 在刚刚过去的11点25分 那各系统是完成了加注前的信号联系工作 整个火箭加注的工作呢 现在已经开始了 是从11点半开始的 那在我们这个大屏的中间 显示的也是燃烧季这样的一个加注过程的流程图 当然还有反复确认的一个最终的加注量 那么我们了解到整个加注工作完成之后 长2F火箭的起飞质量将会达到496吨 那其中90%呢都是液体燃料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体量也能够保证火箭飞得足够有劲 飞得足够远 那除了加注工作本身 那这几天呢我们也是到达九泉有一定的时间了 那我们几天的观察来看 其实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密集的 而且是环环相扣 首先就是航天员火箭还有飞船等各大系统是早早的聚集在了发射场 那么另外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呢 是在11月21号船舰组合体呢是转移到了发射区 那么这几天以内呢陆续呢火箭系统还有飞船系统都进行了功能状态的检查 同时还进行了全系统的发射演练 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看我们在这个测发大厅里面 可能工作人员不多那是因为今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火箭加注都集中在塔架那边了 那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厅 这个测发大厅呢实际上是在1999年和整个发射区是同步启用的 它实际上呢是有三块非常明确的分区 那到了明天下午大概两点左右进入到任务状态的时候 那么各个系统的工作人员会到岗到位 那么坐在相应的位置到时候大家会协同来工作 特别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今天中间这个区域哈 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把镜头往上推一下 有一个位置前面有五只话筒 那就是我们的零号指挥员的座位 那么担任此次零号指挥的吴华 我们了解到他其实也是神舟13号发射任务的零号指挥 那明天呢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进入到发射程序之后 协调和组织各系统按照既定的程序来一步步的推进工作 当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下达点火发射的一个口令 那说完整个大厅的情况 我们最后要带大家还是要关注到航天员 那刚刚在这个神舟15号成组的这个见面会上 大家是认识了三位新的航天员 那么此时此刻在天上我们神舟14号成组的三位航天员 他们怎么样呢 我们了解到他们也是做好了迎接神舟15号来访的各项准备 那么作为史上最忙的出差山人组 我们的三位航天员在过去的几个月 也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飞行工况 光是出舱活动就进行了三次 那你看忙活了大半年 现在他们三个人终于是等到了来交接班的同事 我想他们此刻的心情应该是应了那句话 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那么我们也都会共同见证两批航天员在太空的会师 当然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在有人的情况下来迎接载人飞船的访问 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以上就是我们在九泉策发指挥大厅的现场报道 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好的 从未娜 虽然现在策发大厅看起来比较安静 但是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这里将会变成最繁忙的地点之一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神舟15号能够成功发射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神舟15号瞄准的发射窗口 是明天20 30 08分 此刻发射场区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马上来连线另外一路 正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记者刘洁 刘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一个最新的动态 好的 这里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区 我们现在距离发射塔架只有150米 这也是我们前方报道团队距离发射塔架最近的一个点位 那么此刻塔架里面包裹着的就是 长2F运载火箭和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组合体 长2F火箭从21号转运到发射区之后 就一直处于塔架的严密包裹之下 这也是为了工作人员能够对火箭和飞船的状态 进行设置确认和检查 那么就在刚刚也就是11点30分的时候 塔架里正在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推进剂的加注 这对于火箭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这就意味着火箭的状态进入到了零射前的最终确认 整个推进剂的加注工作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多钟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今天早上厂区的气温是达到了零下18摄氏度 这也是我们在2002年神舟4号任务之后 再一次在严寒的冬季实施发射任务 我们在现场已经穿起了厚厚的羽绒服 但是体感温度还是觉得很冷 那火箭怕冷吗 它也怕冷 所以这次工作人员就给火箭使用了很多的保暖的措施 现在塔架里每一层都设置了空调 可以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暖风 塔架内的这个密封系统也是做了升级改造 所以现在即便室外温度是零下18摄氏度 甚至是零下20摄氏度 那么塔架内的温度也可以上升到零度以上 而航天员所在的神舟飞船里更是可以达到15摄氏度 那么如此严密的一个塔架就像给火箭穿上了厚厚的一层保暖衣 我们现在看到陆续的有工作人员从塔架上下来 我们也请到了火箭系统的技术负责人刘海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塔架里面正在进行的情况 刘总理好 我们现在很想知道现在火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工作人员都在进行着哪些工作 火箭现在的质量状态是良好的 自10月份进场以来我们在技术区对火箭进行了各项匹配测试 以及各项的总检查 然后11月21日火箭总体垂直运输到了发射区 在发射区以后我们又对火箭进行了功能检查 与飞船进行了匹配测试 同时又对火箭和全区进行了一个核链 目前火箭的各项功能性能指标是正常的 那个火箭的状态良好 具备这个转入发射 就具备了转入这个加注以及发射的条件 目前塔架那个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这个火箭推进的加注 现在正在进行一级和二级的这个燃烧机加注 计划下午这个15点30分进行那个氧化剂的加注 那这一发的任务与上一发的任务相比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有没有进行一些更新 火箭本身来说 它的技术状态跟上一发摇石式热物没有大的区别 但是呢就是载人交汇对接以来啊 这个我们新地面测发控设备啊 那个已经用了十多年了 所以我们这个经过了这个两年多的那个努力 然后新研制了一套地面测发控设备 在摇石式热物后啊 在靶场进行了安装调试 这些设备大概有近三百箱 一千余台套 这些设备呢技术更先进 这个可靠性更高 能够更好的应用于后续发射任务 这些设备也是首次参加这个载人航天发射任务 好的谢谢 预祝我们的火箭发射顺利啊 那在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来分享 大家来看我们脚下的这条专用轨道 21号的时候长2F火箭就是通过这条专用轨道 转运到了发射区 那么这是一条1.5公里长的无缝钢轨 为什么要做无缝钢轨的设计呢 这是因为长2F火箭是专门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 所以啊它的安全性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高 那就是这条专用轨道开创了我国发射场的这种三锤模式 锤直总装锤直测试锤直转运 这种模式后来也应用到了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长5长期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的过程当中 好的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这条专用轨道来看向发射塔架的对面 距离发射塔架1.5公里处的呢就是总装测试厂房 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此时此刻在这个垂直测试厂房里面 还有一发火箭也在耸立着 它就是备份的长2F摇16运载火箭和神舟16号载人飞船 那么已经是待命的状态了 我们从神十二任务的时候开始呢就采用了这种发射一发 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这种方式 给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上了一个双保险 就是这种双发并行一主一位的方式 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每一次发射任务的背后 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们都是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所以我们才能够保证发射任务的万无一失圆满成功 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演博士 好的刘洁 刚才刘洁也提到了 现在飞船正在进行推进季的加注 这也意味着舰在弦上 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它一飞冲天 萧总您看 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话 后天的上午神十四成组就能够在空间站里 见到神十五的航天员们了 这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 六位航天员在舱内会怎么做一个工作的分工呢 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次也是快速交易对接 所以大概是六点五个小时左右 然后再加上两个小时的对接通道条件的建立 所以大概就是你说的那个时间 后天早上清晨他们就可以见面了 然后两个乘组在轨期间 其实是有各自的乘组的独立的工作 那神十四肯定是为返回去做准备 然后对返回舱进行一些状态的设置和测试 以及下行物品的整理 神十五乘组的主要是 它刚刚上到太空 它会有一个简短的一个 施重环境的一个适应的阶段 然后同时要对它的这个神十五飞船 进行这个停靠状态的一个设置 以及上行物品的转运和整理 那么两个乘组协同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整个飞行器状态的 然后包括物资管理的 还有正在持续性开展的实验的 一个状态的交接 同时还有一项是我们这一次 首次航天系统安排的一个工作 就是因为天地差异很大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训练呢 在地面和在天上的一个状态 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神十四乘组呢 可以借这个时机 有一些天地差异比较大的项目 进行一个演示 那么就会大大的提高 神十五直接进入工作状态的这种效率 手把手的交接 对 面对面 您再给我们简短的说一下 住宿怎么安排呢 是这样 我们整个空间站 我们之前的航天员就是 神十二神十三是住在天河核心舱里面 有三个睡眠区 一个卫生区 那么问天舱作为天河核心舱的 重要的一个备份舱段 这是它的一个兼有的一个智能 它自己还有自己的科学实验 那么在很多功能上 它也是核心舱的一个备份 它也有三个睡眠区 也能为航天员提供一个三个睡眠区 一个卫生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条件 这回六个睡眠区都用上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餐区 所以这边全都用上了 好 我们看到神舟十五号 在人飞行任务 是我国第十次载人航天飞行 2003年10月 中国首位航天员杨立伟 成为浩瀚太空的第一位中国访客 之后中国航天员 有八次向太空进发 到现在已经有14人造访太空 中国载人航天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稳步迈进空间战时代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从神五到神十四 这九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2003年10月15号 杨立伟搭乘神舟五号一飞冲天 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园 神舟五号的首次载人飞行取得成功 意味着中国掌握了载人天地 以往返技术 2005年10月12号 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航天员飞骏龙涅海胜 圆满完成五天的飞行任务 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多人多天 执行飞行任务的能力 2008年9月25号 航天员宅志刚刘伯明和景海鹏 达成神舟七号飞船飞向太空 航天员宅志刚完成出舱活动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独立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 2012年6月16号 神舟九号飞船发射升空 航天员景海鹏流望流洋 踏上太空征程 6月24号 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工一号 完成首次手控交汇对接 想建设空间站满途关键一步 2013年6月11号 神舟十号踏上征程 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 第一次应用型飞行 航天员宅海盛张小光和王亚平 在15天的载轨飞行中 完成了交汇对接 开展了近40项科学实验 并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 2016年10月17号 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 是中国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 航天员景海旁河陈东 完成了33天的飞行 2021年6月17号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发射升空 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对接 形成组合体 航天员涅海胜刘郭明和汤红波 进驻核心舱 载轨飞行三个月期间 完成了两次储舱活动 9月17号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圆满成功 2021年10月16号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航天员载载人载载人飞船时间的最长纪录 期间 他们进行了两次抽舱和两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等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完美收官 为我国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 变定了坚实基础 2022年6月5号 空间站迎来了神舟十四号 陈东 刘阳 蔡旭哲三名航天员入驻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第一次载人航天任务 载轨期间 三名航天员三次出舱 成为出舱次数最多的飞行程组 随着问天实验舱 望天实验舱的先后到来 他们在任务期迎来了中国空间站 T字基本构型蛮成的历史性时刻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 首次实现了两小时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创造了世界记录 回顾完了这样一个历程 我们更加期待神舟五成组 他们的顺利抵达空间站 刚才我们也提到 这一次神舟五成组 还是将会通过快速自主交汇对接的方式 来和空间站进行交汇对接 我们知道前两天 其实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也是刚刚进行了同样的方式 但是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交汇对接 这一次载人飞船要用6.5个小时 不能更快一点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快速交汇对接技术 它本身配套就有几个时间段的模式 6.5个小时也是其中的一种模式 那么再说回到神舟五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 就是我们刚才在片子里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载人飞船和长2F火箭 构建的是一个载人天地往返的运输系统 那么长期和天舟货运飞船 构建的是一个货运飞船的一个天地往返的运输系统 那么两个系统的技术会有一些相通 但是顶层的设计指导的原则是有不同的 就是我们载人系统是以最顶层的原则 是以可靠性和安全性为最高的设计指标 那么货运输的就是经济性 包括高的货重比 效率 所以说这项技术的成熟 我相信随着它逐次的验证 早晚有一天我们这个载人飞船 也会飞得既稳又快 比6.5小时还会再快 好的 我们也预祝神舟15号载人飞船 能够发射阶段一切顺利 将会对接能够平稳顺利 早日和我们神14程组在空间站内相会 好 非常感谢萧总今天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神舟15号载人飞船瞄准明天23时08分发射 飞行程组是由航天员费俊龙 邓清明和张璐组成 费俊龙担任指令长 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特别节目 明天将会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 神舟15号航天员的出征仪式 和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神舟15号载人飞船 神舟15号载人飞船